歡迎收看 周一到周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要PK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來歡迎的是長得非常漂亮的 Ivy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vy 好 接下來最近戲剛剛是 現在有很多時間可以做料理的帥哥 國賢哥 預備好 全球華人大家好 我是國賢 全球華人 我們就是一個全球收看節目 是 走到國際的人 OK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好朋友營養師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我是營養師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Ivy姐是 兩位其實都是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Ivy姐自己家裡有小孩 小朋友照顧三餐的話 你應該都沒問題 聽說你們家天天煮 對啊 要天天煮 因為小朋友就是 我比較不建議吃外食 對 而且時間也是要比較長 對 所以呢 因為像以前其實真的 自己也是都外食煮 可是現在就是自己煮了以後 反而不喜歡在那邊吃飯 真的 因為比較健康嘛 妳是說妳自己煮還是奶媽煮 我自己煮 但是奶媽也會幫忙我 了解 因為工作比較繁忙 但是小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我們節目其實 是要做給四位小朋友吃的 他們吃完之後會投票評分 所以妳對 所以妳對 之後待會兒沒有先告訴妳嗎 怎麼會殘酷 這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對媽媽來講 應該是拿捏小孩的口味 對妳來講應該沒問題吧 對 可是因為對手是國賢哥 然後他是 他又不是就是爸爸 然後又平常沒有在做菜 如果輸他的話 我真的覺得太丟 也面掛不住 對 所以我們剛剛輸掉 上一場已經輸掉的Vicky姐 面子超掛不住的 她剛剛差點淚灑聖 阿布 阿阿很正常 你輸的是 你完蛋 對 但是你們家小孩 到底挑不挑食 很挑食 對 可是我覺得還好 一般小朋友不是都是 不愛吃青菜 青椒 青椒 苦瓜那一類的 好 對 但是所以今天Ivy姐來 覺得自己覺得有一些些的壓力 因為妳的對手是 每天我都看她的FB 有在Follow她 每天都三不五時 PO一些什麼牛肉蔬菜湯 對 你是很愛牛肉蔬菜湯 沒有 因為我很喜歡吃牛肉 然後我爸也很會煮牛肉湯 因為我爸很會 他廚藝非常好 所以我後來就是 趁拍戲空檔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去學做一些湯 但是因為我爸牛肉湯 它是屬於比較油的 因為你知道 我們這個年紀 還是需要比較 開始要兩次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會做一些變化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原食材 所以我就是可能 我用蔬菜 謝神芳的不行嗎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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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反應過人家講什麼 嚇我一下 你還扭穿背心 放食材 先生放的也可以啦 對 OK 因為我就是用原物料下去 熬煮 不是原物料啦 原食材 新鮮的食材 新鮮的食材 新鮮食材 新鮮食材 新鮮食材下去煮 就比如說像蘿蔔 這樣我就會煮 先用雞骨 或者去熬雞湯 熬完之後 然後我再加到那個 蔬菜湯裡面去 因為我會先熬蔬菜湯 比如說我用幾個 就是說蘋果 然後或是 蘋果跟番茄 兩個最主要的 然後洋蔥跟紅蘿蔔 我光聽這四個熬湯 我就覺得好想喝 湯熬好之後 然後我再去 但是那個洋蔥 我下去之前 我會先稍微倒一下 讓那個洋蔥的香氣出來 然後牛肉我要下去之前 我也是會稍微 先稍微 大概 就讓它表面稍微熟一下 然後有牛肉出來之後 一起再加入牛肉湯裡面去煮 那個出來的香氣就很夠 然後我幾乎是不加任何調味料 包括鹽巴我都不太加 鹽巴也不加 除非是有朋友 因為其實用蔬菜湯煮出來的 那個牛肉湯 只是非常香甜的 對 那你講那麼多 你什麼時候要拿牛肉湯給我喝 其實我剛才知道 上次我就是 因為康哥就坐給他隔壁一條巷 是… 我整鍋扛去給他喝 真的假的 要報名 湯老婆都說好喝 還是我們今天改題材好了 我們就直接改牛肉湯料理 好耶 也不錯 今天節目就不是最後一集對不對 對 不要再賣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國賢哥他會料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重點是 你有辦法搞定小孩嗎 我們今天要做給小孩吃 我後來聽他說 小孩子我其實還滿開心的 因為本身我是孩子王 說實話 你是孩子王 因為我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那我跟妳講 真的嗎 但是我只跟乖的小朋友玩 那我不知道待會兒來的是乖的 或是不乖的 小孩都不乖 小孩有乖的嗎 小朋友有情緒的 小朋友沒有情緒的時候 各方面都很好 當然很乖 有時候就會想 有鬧脾氣情緒的時候 這我知道 像我直覺是這樣子 對 每次吃飯 只要他媽媽叫他上桌 他都不上桌 然後就是 因為小朋友就是這樣 吃一口飯 他再回來再吃一口飯 然後你還叫他 叫半天之後他再回來吃飯 然後他媽叫他不上桌 我就 他就 我跟你講 那你等一下就用這一招 你看我們那四位小朋友 會不會買單 然後就到處玩 他跑來跑去 你今天可以試試看吧 玉筒給你說試試我 對 真的真的 待會兒可以試試看 待會兒來好好試試看 對 不過我們每一集 其實都有一個特選的食材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我們的美食特派員大愷 他去市場裡 幫我們找了什麼 特選食材 真老闆 今天要來幫我們介紹一個 特別的食材 叫做蓮子 是 對不對 可是蓮子這個食材 我們最常吃到它 通常都是家裡面 冰糖燉蓮子 沒錯 煮飯煮湯都可以 煮飯煮湯都可以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們很常看到這個蓮子本人 但是我們不知道 它是蓮花的哪一個部分 果肉 果肉 對 它是 就是那個蓮蓬裡面的 對 把它挖出來 就是這個圓圓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對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那個蓮蓬 裡面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可愛的東西 就是這個可愛的東西 對 沒有錯 為什麼說它可愛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它可愛之處 你自己害羞了 因為它胖胖圓圓的 你可愛不覺得 跟你一樣 跟我一樣胖胖圓圓 可愛 好 這個蓮子 在我們平常吃算是食材 但是它在中藥裡面 它也算是藥材 藥材的意思 對不對 蓮子在中藥的藥材裡面 它有什麼功效 它潤肺 潤肥味 食口 而且它好像還有 清血散慾的功能 沒錯 好東西 真是好東西耶 這個東西想不到功效這麼大 那通常大家蓮子 除了拿來燉湯之外 燉甜湯之外 還會做什麼料理 像食谷米裡面 就會加了些蓮子 可是我們平常不會吃到 一整顆完整 它會做攪碎對不對 對 有人打成薑 直接打成薑 打成薑 後來說也可以拿 像蓮紅粉 就是它磨成粉 蓮紅粉就是把它磨成粉這樣子 是醬果器 那老闆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 市售的蓮子 我們要教消費者 如何挑一個好的蓮子 我們要怎麼挑呢 先看它的外觀 它有沒有飽滿 飽滿 有沒有被重鑄掉 這個還會被重鑄 對 有些品質不好的 了解 了解 所以這些都算是飽滿 那假如說像有這種裂開的呢 對 這裂開沒有關係 裂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了解 然後看它的色澤 對 那如果要漂白 就是變白色的 所以天然原色 其實是有點淡黃色 偏黃 對 偏黃 了解 了解 它是曬乾過的蓮子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蓮子的芯是苦的 我們通常在料理之前 比如說我們是要把它挑出來嗎 還是要怎麼把它蓮子芯拿出來 可以把它直接剝開 挑出來 直接這樣 那我可以試剝一個看看嗎 對 你剝剝看 好 我來挑一個 像這個就很好 這個... 有沒有看到 黑色的蓮子芯在裡面 先把它剝開 是 就直接取出來 我以為是像花生殼一樣 是硬的 其實不是耶 它是軟的 有沒有看到 蓮子芯在這邊 可是據我所知 蓮子芯好像也有其他功能 有的是拿蓮子芯來泡茶 對不對 對 因為它降火器 就是啞巴吃黃蓮 沒錯 有苦說不清 對 對 夢蓮舊母就是吃這個 就是要吃它 生吃可以嗎 不是 煮它 泡水喝 可是這樣吃會苦嗎 當然是苦 那我試試看 你試試看 這可以吃嗎 真的好滿足的 你怎麼有一個整人節目的感覺 好 我試試看 是 好苦喔 人生已經夠苦了 為什麼還要吃蓮子芯 一沾上舌頭就苦耶 對 而且那個苦馬上在嘴巴裡面 蔓延開耶 可是這個食物好奇妙 請問一下台灣盛產蓮子芯 海南白河 最有名的就是白河 白河 白河 本來想要出個問題 你很敢說 我本來想要烤烤你 因為我算是 我自己人 就在白河旁邊 想不到沒有烤到你 真拿你沒辦法 真 幽默 真拿你沒辦法 她姓真 好不好 至於蓮子要怎麼樣 做出好的料理 馬上交還給棚內主播 預備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蓮子 我相信很多女生 對於蓮子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常常什麼 蓮子木耳 然後加一些紅棗枸杞 就用一個湯 什麼膠原蛋白 Ivy姐自己喜歡吃蓮子 還好 還好啊 說實在我覺得蓮子 就是她不知道吃它什麼 也沒什麼味道 可是我知道它是很好的食物 真的喔 對啊 就是她好像對女生復刻也很好 然後可以降血壓 然後又可以什麼 含鈣量也很高 對 是很好吃 好食材大部分都不是很好吃 真的喔 可是我覺得蓮子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什麼四神湯裡面 也不是有蓮子 對 要加蓮子 然後加那個白色那個叫什麼 白 白燒嗎 不是 就女生吃的臉會白 藝人 加藝人 就是因為它有鹹 然後又有胡椒那些 如果你單吃蓮子的話 我覺得栗子比較好吃 真的 所以如果你煮蓮子的話 裡面會加一些 別的配料進去是不是 會啊 會啊 可是小朋友真的不太愛喝 就是如果說木耳湯的話 他們可能就吃木耳跟喝湯 蓮子他們會挑掉 所以我常常做的是四神豬肚湯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很喜歡 吃胡椒 小朋友喜歡吃胡椒 胡椒 我家小孩吃很辣 對 而且他家小孩還吃豬肚 你家小孩一直很奇怪 很老派 對 很成熟 你家小孩喜歡吃掛材吧 掛材 這個掛材我覺得大人 都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真的 他們兩個吃很辣 如果出外面沒有辣的話 他吃不下 小朋友吃辣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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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吃辣我覺得OK 如果是新鮮的新香料的辣品 像紅辣椒的啦 或是蔥薑蒜的那個是OK的 就是辣椒一拿下來 沒有辣椒醬 豆瓣醬 但是豆瓣醬跟那個辣油 那個就比較不OK了 沒有 我女兒也說 那個根本只有鹹不辣不好吃 太誇張了 如果是辣椒 他剛塞下來直接切生辣椒 這樣吃是OK的嗎 誰要生辣椒直接那樣吃 有時候比較脆弱一點 可是老兵要配高粱 要吃別的東西吃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是要做給小孩子 怎麼講到老兵去 不過我們今天要做菜之前 要先來關心一則 跟健康有關的新聞 我相信現在的人 大家都壓力很大 很多人其實晚上常常 會有失眠 或是你已經睡覺 但是你晚上就一直這樣 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其實這樣子的人 其實要小心 可能你的血糖會跟著飆高 睡不好是文明病 不只影響隔天的經驗 病神還會影響血糖代謝 有糖尿病患者 經過控制血糖素質正常 但連續熬夜幾天 睡不到四小時 血糖又飆高 睡眠的品質不好的話 就會使血糖上升 如果說一整天 睡眠的總時數 小於四個小時以下的話 這種血糖上升的狀況 就會明顯的展現出來 睡得少熬夜 自律神經難以舒緩 就會刺激壓力荷爾蒙產生 導致血糖代謝不良 兩餐空腹的血糖值 都達到126毫克 就是糖尿病 每天做30分鐘運動 會使其餘的時間 注意神經會舒緩 晚上睡眠的品質會改善 醫師建議每天睡足7到8小時 至少睡滿4個小時 每天運動30分鐘 可以改善血糖代謝和睡眠 但要避免在睡前2小時 做激烈運動 記者王志文台北報導 其實我覺得睡眠品質差 應該是現代人的通病 應該是種文明病 因為大家壓力太大 可是你知道如果要入睡的話 幫助入眠 有人說喝一杯溫熱的牛奶 或者是有人喝紅酒 到底跟我們今天蓮子有什麼關係 有 其實因為牛奶 通常我們會建議熱熱的喝 裡面主要是因為牛奶裡面有鈣 鈣其實它可以穩定生肌 然後放鬆肌肉 剛好我們的澱粉裡面的蓮子 蓮子它是澱粉類 跟我們吃飯一樣 它裡面剛好很豐富的鈣跟鎂 確實可以讓我們比較好入睡 然後也可以穩定神經 其實它有個俗稱 它叫做天然的鎮定劑 鎮定劑 鎮定劑 就會讓你覺得比較放鬆 然後心情也比較愉快 現在很多人說 是因為精神緊繃 然後導致所謂的文明病 都睡不著 國泉哥你現在很需要廉止 不是 我在想說 待會兒如果小朋友太吵鬧的話 我就一直在嘴巴塞牌 整把塞進去 如果沒有用的話 你就塞自己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自己先提議一下 所以蓮子是可以震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真的睡不著的人 其實在晚上那一餐的澱粉裡面 你可以換成蓮子 然後另外蓮子裡面 本身如果說像女生 不是會吃在下午茶的部分嗎 它為什麼對婦科好 其實因為它裡面 它的B群含量特別豐富 跟白米來比的話 它其實是白米的 大概三倍以上的B群含量 所以它其實 對 它也是可以提振 適量的吃 其實女生可以提振精神 鈣跟鎮其實可以幫助 有一些那種金錢症候群的女生有沒有 什麼叫金 就是月經還沒來之前有沒有 你自己是女生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 我剛剛想到是什麼金錢 金錢不是 是婦女病 金錢症候錢 錢賺不夠 什麼錢 什麼錢 要發多少錢 金錢 很愛追逐金錢 對 錢不夠跟金錢症候群 都需要吃蓮子 漂亮 錢不夠大家會情緒不穩定好 所以其實都要多多吃蓮子 吃蓮子來鎮定 我有聽過有一個說法 是說蓮子其實不錯 但是蓮子的心有點苦苦的 是要去掉還是說蓮子心不要吃呢 在中醫的講法裡面 蓮子心它是屬於比較燥的 所以有的人他覺得吃完會口乾舌燥 所以其實他們建議要把它去掉 然後如果是說 本身如果去掉那個蓮子心的話 他發現蓮子是 它是養心安神的 對 所以其實確實是放鬆 但是蓮子確實很多是有一些那種 有些刺鼻的那種藥水為了蓮子 盡量就不要買了 所以其實買蓮子要聞 對 因為蓮子我們剛剛 VisaE有看到 就是選的時候不要選那種太白的 對 因為它要有一點淡淡微微黃色 然後聞起來沒有刺鼻 才是好的蓮子 但是蓮子既然對大家有安神 然後有鎮定的效果 我們都要多吃 無論是爸爸媽媽媽或是小朋友 都多吃就沒有關係 對啊 因為大家都很需要安定 當然今天兩位 就要用蓮子這個食材來PK IV姐今天要端出什麼料理 我今天是這個 名字很好聽 仙子奶酪 用奶酪來征服小孩的心 而且讓他們看不到蓮子 對啊 蓮子到底在哪 我已經全部都在這個奶酪裡面了 對 妳把它弄成泥弄進去嗎 對 就是一起製作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紫米 還有紅豆 還有紫米紅豆 所以是非常營養的 對 很養生 然後也是小朋友可以接受的口味 了解 因為我其實不太愛吃甜食的人 但是這個我覺得 感覺上我會想選這個 感覺是健康的甜食 對 感覺是健康 因為他有講到什麼子母之類的 柏賢哥 你當然今天不能 這道真的就是聖女生了 但是因為我知道今天有小朋友 所以我這道菜可以說 是衝著小朋友而來的 來喔 蛋黃哥 好可愛喔 紅豆蓮子糖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太可愛了 這個我跟你講這是老少賢儀的 心機好深 對不對 真的 小朋友看到這就說 可愛啊 不想上 他們會跟你說 不想上班 也不想去上清 真的 所以你到底把蓮子放哪裡 沒有 蓮子要最後放進 因為我還沒有放進去 這個是還沒有放進去的圖片 然後那個蓮子最後的話 是最後成品完之後放進去 然後因為蓮子的話 有時候小朋友他們吃後 像我們大人是沒有問題 就是吃整顆沒有問題 小朋友吃其實可以把它剖一半 或是說稍微把它壓一下 因為蓮子煮完之後 它其實那個很鬆軟 你把它壓一壓之後 讓它變成比較 像泥狀那樣子 在翻到裡面去也可以 就是看不出來 對 就比較看不出來 其實滿意外的 今天兩位藝人 全部都是用蓮子 都把它做成像甜品 好 當然我們還要來介紹 四位小小的美食家 同時也是我們的評審 我們來歡迎的是 我們的評審長 Jasmine 歡迎Coco Coco要洗又 Coco… Coco你要說又 Coco Are you alright? Yes 歡迎Gavin Good Rider 非常好 都超有精神的好不好 好 所以你們待會兒要看著辦了 他們要當你們的小幫手 可以請他們幫忙拿東西 馬上就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 PK在 博學哥要先來了 這個很收買人心 尤其是收買我的心 我看到蛋黃哥整個人都融化 要做的是蛋黃哥紅豆湯圓 對 我們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蓮子10顆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紅豆一碗 南瓜100公克 糯米粉120公克 以及黑炭可可粉少許 對 好 怎麼做呢 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容易 其實食材多 但是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南瓜的話 因為我已經先蒸好了 對 因為再來蒸 你就整顆南瓜下去 剖開來下去蒸 大概蒸差不多15到20分鐘 是 然後你就看它的熟度 因為一定要蒸到軟爛 對 然後因為我剛剛其實 我還要把用濾網把它過掉 因為南瓜裡面它會有纖維 纖維太粗的時候 怕小孩子吃他們會 塞牙瘋或幹嘛的 比較不好 所以我把它先濾掉 然後主要就是這個 糯米粉 做湯圓 然後直接直接加水和就好了 天啊 我好覺得好感人喔 自己要揉湯圓 自己要揉湯圓 想起來很難對不對 因為我常常都是外面去買 去吃奶 其實覺得很難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這樣把它拌一下 你是不是要請小幫手 去幫你拿個東西 對 Jesemie 你知道什麼是湯匙嗎 湯匙 湯匙 沒有 那是食材 沒有 我一會兒要挖水 你要挖水 那你先去拿個湯匙 你先幫我拿湯匙好不好 湯匙在後面 好 Gavin 你知道什麼是蓮子嗎 哪一種 哪一種 大的 貼心 貼心 Gavin 那你知道什麼是蓮子嗎 完了 在這邊 蓮子 你要去拿這樣子 長得像這樣子的 好 我知道 蓮子 然後還有 等一下… 南瓜 南瓜 還有紅豆 OK嗎 出發 蓮子 長一樣的東西把它拿過來就可以了 南瓜 紅豆在哪裡 Jasmine 你去拿紅豆 你竟然都在男生拿了 你怎麼不留一點給Jasmine拿 對啊 沒關係 Jasmine來很多次 好重 很重 很重 那我來拿吧 好 小心 有了 有了 蓮子 蓮子 南瓜 不是 Jasmine 你放低一點 反正根本沒有那麼高 他拿不到 好 所以湯圓的那個材料 真的是糯米粉 對 就是糯米粉 是 糯米做的湯圓嘛 對啊 好 那到底平常要自己揉湯圓難不難 現在你根本就只有用水貨而已 對 只用水貨就好了 對 原味 白糯米 如果你要吃一些 比較其他口味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去買 再去買一些那種 譬如像豆沙或什麼 然後可以自己把它包在裡面 下去煮 其實是很可以的 對 那因為我這樣上面做花樣 不要打開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都做白色 好 其實現在就是冬天 然後大家家家戶戶 想要在家裡 就是吃一點湯圓 比較暖 對 紅豆湯圓好好吃 對 暖心又暖味 但是要記得不要吃太多 可能熱量會太高 對大人來說 小朋友應該沒關係 小朋友還OK 通常如果小湯圓的話 大概20顆左右 大概半碗飯的熱量 也太多了 所以大概就140大卡通 小湯圓很小 小湯圓 對 大概20顆左右 所以如果 那大湯圓 大湯圓的話 如果裡面有包餡的 兩顆就是 半碗飯的熱量 對 四顆就是半碗飯的熱量 對 四顆就是一碗飯 對 但是我問你一次 你怎麼可能 每次吃湯圓只吃兩顆 對不對 好 傑斯明 你很愛乾淨 你這樣我很欣賞你 跟我這樣有潔癖 我就是要他這樣 不是 因為你再把他的妹 他不開心 對 抱歉… 對不起 他說傑斯明很辛苦 對 貼心 真的是 這也太貼心了吧 好 現在揉都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 現在已經成型了 但是我又把它做成湯圓狀 因為我這個到時候會 把南瓜泥印上去 所以變成說 我做的湯圓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你可以做多些的變化 你可以揉成圓的 對 然後弄上去 或是說 做一些不同的造型的話 所以你現在做了一個白湯圓 那你南瓜泥什麼時候要用 南瓜泥是要等這個 整個煮好之後 對 好 一般我這個湯圓裡面 可能放兩三個 那我大概兩三個都會做不一樣的造型 對 那你還滿會哄小孩的 就是 因為小朋友他總是 看到不同的造型 他會有不同的疑問 會很開心 都做一樣的 他還會寫你說 怎麼都一樣 都做一樣的 還沒有創意 還會被笑 對 但是問題是蛋黃哥我覺得 譬如說少女都很喜歡 但我就不曉得 小朋友喜不喜歡蛋黃哥 Jasmine 宜佩傑問你 你知道蛋黃哥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 他是用蛋黃做的 他是用蛋黃做的 我不知道 他是一個蛋黃 他是一隻蛋黃型 他是一隻蛋黃型 對 應該是動畫 好 像我會捏這個幾個型 他會像這樣子的 就比較像雞蛋的 然後扁的這樣子的型 好 所以扁的也可以 然後圓的也可以 也可以 應該也可以 對 就是你可以多做幾個造型 讓小朋友去選 看他們喜歡哪一種 好 然後做兩個圓的 我不喜歡 妳喜歡哪一種 愛心 愛心 我做圓的跟扁的 妳說妳喜歡什麼 我喜歡欣欣 欣欣 妳再說一次 我做圓的跟妥圓的 我 好 愛心 妳要愛心是不是 好 那我就幫妳做個愛心 那妳會不會弄 那這個給妳弄 妳把它弄成一個愛心 好不好 她不會 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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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都比妳聰明 對啊 妳把兩邊這樣弄一下 弄一下 弄極一點 像不像愛心 就這樣 這樣就有了 好 愛心 好 我們現在弄了三個不同形狀 再加上一個愛心 那妳幫我們進行下一個步驟 好 來 下一個步驟 這個一般是先煮 對 煮好之後 然後浮上來 你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撈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做型了 所以現在南瓜泥派上用場了 所以它煮的時間 大概要多久 南瓜泥它是用 一般是用蒸的 用蒸的 我是說剛湯圓 這個湯圓的話 大概其實在三分鐘 看妳大小 浮起來就可以了 浮起來其實差不多就熟了 了解 就可以撈起來了 好 然後一般上來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擺在碗裡面 然後再塑這個南瓜 對 把它揉成圓的 這樣子 妳說什麼 他竟然說沒有成品要怎麼秀呢 好 好 好 把它鋪上去之後 其實 Jesse Me 妳先不要玩我的心好不好 妳先不要玩我的心 好 我先拿起來 就是妳可以這樣子 像這樣子把它壓上去 對 像這樣子就已經很像一個蛋黃了 有沒有 是 如果妳不仔細看的話 對 荷包蛋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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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拿牙籤 然後其實就是用牙籤去沾可可粉 牙籤沾可可粉 對 原來可可粉稍微稀釋一下 對 原來可可粉可以這樣子 對 用畫的 好 Jesse Me 你借我過一下 Jesse Me 你借薯叔過一下 你要畫畫了 對 好的 妳是在紋眉吧 就類似像這樣子 蛋黃哥 就這個小朋友畫也滿可愛的 對 妳會畫嗎 Jesse Me 給妳畫好不好 妳知道把它畫一個圓圈起來 現在剩下半部 妳把它畫起來 來 試看看 把它連起來就好了 把它連起來 因為圓圈 圓圈知道了 很好 OK 好了 很好 我覺得這比較像炯哥 對啊 根本就不是什麼蛋黃哥 因為他畫得不夠圓 你自己看 你拿給鏡頭看一下 他畫得不夠圓 一畫圓就好 我幫他修正一下好不好 好 好的 可以看到 好 就是炯哥嘛 對不對 好啦 其實畫什麼圖案 都OK啦 就是你也可以讓小朋友自由發 對 你可以讓他自由發 那我們現在 你有剛剛先做好的食品對不對 我們的紅豆湯 因為要煮紅豆湯 需要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先做到 對 先煮好了 所以你就把這個湯圓 直接放在紅豆湯上面 來 我們來放放 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把成品放到 等一下喔 絲子裡 它蓮子 我們蓮子是 蓮子最後放 蓮子在最後放 蓮子在最後放 好 所以我們就把成品 好 蛋黃哥 我覺得那個放上去應該會很可愛 超可愛 很可愛 因為糯米比較黏 糯米會黏黏的 好 把它放上去 怎麼有一種在什麼 就是你知道 什麼 王船的一種感覺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那麼奇怪 王船 不是 因為他剛剛在那邊 很小心翼翼的 然後這樣子 感覺要把它送出去 妳要做漂亮一點 好… 對不起 我的形容不當 妳要做漂亮一點 好… 感覺國賢哥的臉 感覺要是什麼燒紅船之類 但國賢哥這道甜點 好漂亮 其實很可愛 對 真的是給它加分 妳看… 好 我們等一下會有特選 對 這一道料理 到底它用的食材 跟做出來的成品 營養成分如何 其實因為很多在外面 因為冬天很多人吃湯圓 不管是小湯圓或大湯圓 有的是它有顏色的 很多有顏色湯圓 媽媽就會擔心說 小朋友吃了 其實不知道吃到什麼 人工添加的色素 或是一些不明來源的 一些顏色 其實自己做 反而把食材裡面的顏色 融入進去 比如說像我們的黃色 我們可以用南瓜 或者是用地瓜 其實也滿漂亮的 然後如果是紅色的話 我們現在用那種甜菜根 其實它下去了之後 它顏色也很漂亮 也會有紅紅的 如果紅色的話用那種 那種叫什麼 紅的 紫的地瓜 紫地瓜也非常漂亮 對… 它也會有紫紅紫紅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可以用一點巧思 把食材裡面的顏色放進去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小孩子 其實對一些色素跟香精過敏 會過敏 這些過敏其實不只是皮膚癢 其實還會產生有些氣喘 或吃氣管的問題 所以小朋友如果吃到太多香精 會氣喘 對…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嚴重的就是說 發現很多小朋友 吃了很多來路不明的所謂色素 或是一些加工的色素 會發現它會影響到它的學習力 之前有個研究發現說 如果是小小孩的話 那在還沒有學 就是學零錢的小朋友 如果吃得太多色素香精 那他可能在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他在看電視 或是他在比如說寫字 或是幹嘛的看書 他沒有辦法超過15分鐘的專注力 所以就是專注力會變差 會變低 對 所以其實他今天 國賢哥今天做這個 其實是給媽媽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動手去做 比較健康的湯圓 然後又有顏色 又可以吸引小朋友 讓小朋友了解食材的顏色這樣 所以其實國賢哥今天這碗湯圓 是充滿愛的 充滿愛心的蛋黃哥湯圓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但是接下來厲害的媽媽要上場了 IV姐要端錯這個奶酪 也不容小缺 來看看IV姐的料理 好 接下來換到的是 我們IV姐要示範的仙子奶酪 對 這個仙子奶酪 有請我的小助理 Coco 又 Coco又 對 還有帥氣的Rider 他們待會兒要幫你拿東西 不過我們要先介紹食材 我們仙子奶酪的食材 有包括了 紫米紅豆粥一碗 莲子十顆 牛奶兩百公克 然後洋菜粉兩公克 以及玉米粉三大匙 對 好 好的 那我們現在請我的小幫手 幫我們拿什麼 牛奶 莲子跟紅豆可以嗎 可以喔 好 GO GO 牛奶 紅豆 蓮子在哪裡啊 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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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子是白白的 對 兩個合作喔 好 好 退回來 合作合作合作 一起一起 來來來來 小心 好的 都拿對了 謝謝小幫手 都拿對了 謝謝你 紅豆還有牛奶 對 還有我們的牛奶 好 冰咚冰咚 接下來呢 我們要先把蓮子 選好了以後要去腥 對 然後去腥了以後要煮熟 大概煮15分鐘就熟了 15分鐘 對 其實大概10分鐘 可是我未來安全 我會再把它煮久一點 是 然後那個水不要用 因為要把它倒掉 它有一點黃黃的 對 可是我想問一下 蓮子有新鮮 市面上有賣新鮮的蓮子 對 還有中藥行也有賣那種 已經去腥的那種乾燥蓮子 兩個營養成分沒有差嗎 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是以安全度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還是買 市面上有賣新鮮的蓮子 還有中藥行也有賣那種 已經去腥的那種乾燥蓮子 兩個營養成分沒有差嗎 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是以安全度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還是買新鮮的 真的啊 對 因為乾燥其實有時候 它為了要儲存 那有可能它會加一些 有的沒的 但是 你還是要檢驗過會比較好 但是新鮮的話相對 如果它放了一陣子 它其實很容易就壞掉了 是啊 好 所以這個我們是用新鮮蓮子 去去腥之後 然後把它煮熟了 OK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 準備一個果汁機 好 這個食物調理機之後 把這一碗紅豆子米粥 可以買現成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自己煮 可是紅豆子米粥煮起來 應該滿花時間的吧 要它需要有一點時間 對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奶酪 所以乾脆我們紅豆子米粥 就直接買現成的 好 接下來把蓮子 所以我才說 剛剛Ivy姐端出來那個料理 看起來沒有蓮子 它已經把蓮子丟進去了 對 要讓小朋友不挑食 就是讓它分不清妳和我 對 分不清妳和我 熱線妳和我 好 來囉 好 差不多了 謝謝最美麗的助手 好 謝謝 好香喔 對 很香喔 就是紅豆子米粥 然後把它添成融入進去的 等一下 好香喔 好想吃喔 好 接下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倒到了 班長 好 我們把剛剛打了 紅豆子米粥加上蓮子之後 然後用食物調理機 把它打成泥 有點像水水的感覺 對 然後接著下來 你可以幫我倒嗎 這是240cc的牛奶 牛奶 然後我們把它加到 跟它的那個芝米紅豆 全部加在一起 就把它混在一起 對 然後幫我攪拌攪拌 那個湯匙在那裡 然後不能拌出來 小心拌喔 好的 沒問題 其實這樣感覺就可以吃了 對啊 吃安了感覺 就不用再做別的了吧 對不對 對 好 對 攪拌均勻了嗎 對啊 其實這很適合跟小朋友動手做 對啊 好 攪拌均勻之後 下一個步驟 大概就像現在這樣子 水水的 對 對 現在它還是水狀的 對 還是水狀的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先加入洋菜粉 洋菜粉或吉利丁都可以 就是讓它可以像布丁跟 就是像比較會凝固的感覺 就是做布丁必備的東西 對 OK 加入吉利丁或洋菜粉 對 就是看你家裡有什麼 是 然後呢 這個是玉米粉 好 它真的 心態上用小朋友最愛的那種 類似果凍的 果凍甜點 小朋友應該會很愛 什麼布丁甜點 對啊 那種小朋友都超愛的 你看一下他們兩個表情 多期待就好 你可以再幫我攪拌嗎 攪拌喔 攪拌均勻喔 好 對 而且今天Ivy 她今天用的食材裡面 其實都是澱粉類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會鼓勵就是說 如果人家給小朋友吃甜點的話 你可以從天然的澱粉 然後裡面有一些甜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用到的 所謂紫米 紫米是在所有澱粉裡面 它算是非常好的澱粉 因為它是屬於顴骨類 我們一直鼓勵小朋友要吃顴骨類 就是因為顴骨類 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還有B群 所以小朋友吃完之後會非常有元氣 而且會頭好壯壯 然後又用紅豆部分 其實這一道我覺得女生吃也非常好 因為它其實有補血 而且其實又 冬天吃起來很溫熱 你會覺得說 而且它沒有放糖 你主要是它用食材的甜味 真的 它沒放糖 沒有 因為它紅豆紫米 之後應該已經有甜味了 就是已經有甜味了 然後再放進蓮子 然後把蓮子就把它藏進去這樣 然後讓小朋友就是 除了吃甜點 又可以補到一點鈣 對 不錯 而且其實小朋友跟媽媽 都可以一起吃 蓮子又養顏美容對不對 多吃沒關係 然後小朋友說正餐吃不下的話 這個我覺得也還可以代替正餐 總理妳在外面吃零食 代替我們的飯 通常如果我們是大人的話 其實可以稍微建議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喝一些 紅豆 蓮子湯或是紫米 大概我們一般的湯匙 像這一種湯匙 如果是兩湯匙的話 是四分之一碗飯的熱量 那四湯匙就是半碗飯的熱量 所以如果你平常 比如說下午的時候 你怕胖 但是你又想吃甜點 那你自己吃了四湯匙之後 你晚上的飯你就減半 這樣子 不可能 通常晚上的飯還是照吃過 甜點的味是另外一個味 甜點是別的味好嗎 但小朋友沒有關係 小朋友其實在點心的部分 他可以補充一點點粉 是 我們加了吉林丁之後 是不是要加熱 對 我們現在就是加熱完了以後 它加入那個洋菜粉跟玉米粉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變成狗狗的了 對... 有點像奶酪 又有點像八寶粥 八寶粥 那個我就滿想吃的 對 好 而且很香 對 很香 然後接下來把它放到膜裡面 是吧 對 我們現在還熱熱的 我們就放進膜裡面 那你幫 你幫Ivy阿姨放進膜裡面 好 好 好 再挖一支 再挖一點 好的 太黏了 她沒有辦法整理 好... 那謝謝Coco 那Ivy阿姨幫妳完成 好 謝謝 幫妳完成 謝謝 對 就我們大齒一點 對 挖大齒一點 好 然後挖好了以後 大概放進膜裡面以後 就可以像這樣子 放加冰水 然後放在冰水裡面 它就會凝固 就會變成那個奶酪的動作 其實滿簡單的 我以為說什麼要放到 冰箱裡面冰多久 其實用冰塊就可以冰鎮 其實冰塊就可以了 對... 冰塊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讓它 口感更好的話 就是你可以冰冰箱 或者是你沒有馬上要吃的話 是 了解 所以這道料理 其實看起來不難 而且是一個甜點 我們已經有做好成品了 我們來秀給大家看 不會吧 這是外面買的吧 是吧 對...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嗎 對啊 很漂亮就可以 這看起來好像很高級的甜點 對啊 很像是那些 下午茶時候的那種甜點 對 而且... 這感覺我們好像是去吃那種 高級火鍋 然後最後會端出來的甜點 會附的甜點 對啊 而且小朋友真的不會 因為小朋友絕對不吃什麼 紅豆蓮子那一類的 可是這種它只要看到果凍 就是它們的死穴 了解 可是很推薦 但是因為今天IV姐講說 小朋友不吃紅豆蓮子之類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在吐國賢哥的潮說 你就把紅豆跟蓮子 擺在那邊的話 小朋友不見得會接受 到底是國賢哥的 蛋黃哥紅豆湯圓會獲勝 還是IV姐的鮮子奶酪會獲勝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 小小美食評審時間 好的 其實兩道都是甜點 不過要請怡里 因為兩道都吃了 妳來預測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兩道 真的可以在家好好做 因為很難得甜點 是我覺得這兩道甜點 都是健康的甜點 是啊 對 但是我自己私心是覺得 IV她的甜點 是比較健康的 比較好的 因為 而且她真的是把食材 整個融入在裡面 整個所謂食材的新鮮度 她都有吃到 國賢哥是一個餅 餅 餅 妳是一個餅餅 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餅餅 對 她就是把蛋黃哥 把它弄得很可愛 加上 因為她的紅豆湯 其實煮得非常的入味 然後又甜甜的 所以我覺得 國賢哥應該會贏 但是我比較喜歡 IV的甜點 她比較有心機 她知道小朋友的口味 對 她就是衝著小朋友來 所以今天結論就是 國賢哥是一個餅餅 不是 因為妳們要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這很正常 沒錯 那到底小朋友買誰的單呢 我們接下來 就要美食評審時間 好的 今天國賢哥跟IV姐做的都是甜點 就不知道小朋友買誰的單了 當然我們一開始看到IV姐的這個 奶酪 小朋友都已經端到前面 不如我們就先吃奶酪吧 好不好 來 先吃這個 IV姐 妳那個奶酪 好像不是太討喜 妳看那個Jasmine 已經把奶酪 已經弄成這樣子 可以吃 而且我很健康 我把它減湯 對 而且妳有沒有看一下Gavin一口 就全部吃完了 因為妳 嘴巴好小 他餓很久 妳吃下了好多健康的東西 對 Gavin好吃嗎 我會把旁邊的公仔也吃一吃 因為通常那個 藝人來做通常都是一鹹一甜 很少會有兩個都甜的 所以小朋友如果說喜歡吃甜食 他現在就很難抉擇 在心裡會交戰 會交戰 好 那個 Rider妳吃了嗎 有吃到了嗎 吃了 好 Coco有吃了嗎 你吃一口 沒吃到耶 好 再一次 如果覺得難吃吐出來也沒有關係 沒有吃 好 接著下來我們要換下一道了 我們換吃蛋黃哥湯圓好不好 蛋黃哥的紅豆湯圓 蛋黃哥紅豆湯圓 好 不過我們製作單位超可愛的 因為今天我們明明就是吃蓮子 我們的主食是蓮子 你硬是沒有把蓮子放進去 對 裡面完全沒有蓮子 會不會太有趣了一點 對啊 就是一個紅豆湯圓 好 找不好加了蓮子 你有可能會輸 對 因為蓮子真的是 蓮子比較沒有味道 因為我也是可以把蓮子 我剛剛不是講把它弄得像泥狀 放進去 對 不過小朋友全部都吃完 除了Coco沒有吃完之外 Rider還在吃 Coco吃東西是比較思維 思維一些些 你看 我們Jasmine多乖 比較優秀 Jasmine會搜東西對不對 還沒 他還沒吃完 他還沒吃完 服務生他還沒吃完 好了 你也太認真 大家都吃完了 不過我覺得國賢哥 雖然我們剛剛試吃裡面沒有蓮子 但是有你的愛心 對不對 蛋黃哥湯圓 好 接下來小朋友就要投票囉 Rider先來好了 好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的是什麼 不曉得 那左邊那個是什麼 剛剛的 蛋黃哥 那右邊那就是剛剛另外一個 好不好 你決定了嗎 決定囉 好 請投票 右邊的是什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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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換Coco 真的喔 如果你沒有投我的話 表示你就幫幫我 不是 投Coco 等一下 來 好 真的 太明顯了吧 剛剛這邊是那個甜點 兩個都是甜點 那邊是奶酪 就第一個吃的 然後那個是湯圓 好 請投票 好 好 妳好可愛喔 所以她剛做一個假動作 對 有沒有 她剛是在糊弄我 對 好 那個換給本 來喔 來喔 小朋友其實真的是很實在的 你剛剛應該是對Coco有一些影音上面的 沒有 你看她全部吃光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當評審 對我們來講很公平 小朋友不會認出她幫誰 她認不出來 可是剛剛 IV姐有嘲弄言語去 哄喝她 沒有 她剛剛一口吃掉了 表示她很愛 真的 好 你決定了嗎 決定囉 好 請投票 謝謝 你怎麼這樣 Goodbye 現在是紅豆莲子湯圓兩票 那IV姐是暫時落後 不過我們的評審長Jasmine 今天要投給誰呢 Jasmine 不要再挑椅子 Jasmine 椅子不用管了 妳是我處理 來 Jasmine 妳決定了 妳不要被外星騙了 我的比較健康 她不懂什麼叫健康 對 妳不要看肚子的事 不要 看東西好不好吃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知道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妳知道嗎 這個是奶酪 這個是台灣 厲害 那妳決定要投給奶酪 或湯圓了嗎 決定好了嗎 我就是湯圓 決定好了 好 投票 蛋黃哥哥 不會吧 Jasmine 不可以因為哥哥長得帥 就投給哥哥 妳很健碩 因為哥哥太兇了 好 謝謝Jasmine 對 我覺得還滿意外的 因為 你知道我們之前有一集 然後Vicky姐 她是媽媽 然後她竟然輸給一個 新手爸爸阿布 然後IV姐 你竟然輸給一個沒有小孩的 太丟人了 單身男子 小孩不懂事 所以我先回家 在節目一開始我就說過 我本身是個孩子 真的 是 因為你沒加蓮子 對 因為你沒加蓮子 我覺得製作單位對你太好了 這根本重點都沒放到贏什麼 對啊 不公 要不要再心事 你就讓國賢哥就是 沒關係啦 開心一下吧 好啦 就是你可以嫁人了啦 好 國賢哥 所以今天我們的結論是 國賢哥終於可以出嫁囉 好耶 我們今天謝謝國賢哥 謝謝IV姐 謝謝妍莉 謝謝 我們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